我第一次到中国,嗯,我发现了一件事,这就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不知道番茄酱和披萨酱的不同。 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,但是我是一个美国人,所以当然我觉得很奇怪。 所以我第一次在中国吃披萨,我发现了他们用番茄酱,嗯,我吃的是用番茄酱的,不是用披萨酱的,我觉得特别特别不好吃。 然后我告诉我的朋友,他告诉我,啊,你,你去吃披萨的地方,他们的披萨特别不好吃,你应该去别的地方。 所以我给他,啊,我们一起住别的地方,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吃的披萨特别特别好吃。